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有大约40Tillion的朋友呢? 他们就是你的藏度菌菌了 什么是藏度菌菌? 他们住在我们的藏度里面究竟在做什么呢? 他们是益幼或者是选幼? 今天我们来探索一下和我们共处一世的40Tillion的细菌朋友 Hello 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Channel是帮你和你家人做更名字的健康选择 不想错过的话就记得订阅啦 当我说到要在藏度里面培养一班好的细菌 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想到吃多些益生菌和发酵食物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藏度菌菌 藏度菌菌或者叫做藏度维生物菌 其实是一班维生物的community住在我们的藏度 这些维生物包括细菌、古细菌、真菌、病毒 我们人体有多少这些维生物呢? 在1972年很旧的研究里面 估计大约有100Tillion的细菌 1Tillion就是有12.0 而人体有10Tillion的细胞 现在很多研究还在code这个数据 还有那些买益生菌的广告都说 我们体内的细菌是超出了人体的细胞大约10倍 但是这个data之后就受到批评 在2016年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估计其实只有40Tillion的细菌 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藏度里面 而人有30Tillion的细胞 其实你计算它的比例只是接近1比1 很多人说的10比1比例已经过市了 刚才也有说到大多数的细菌都住在我们的大藏 那你现在应该估到研究是从哪里拿这些菌的sample 没错了 就是糞便 研究员通常会拿自愿者的糞便 或者是stoolbank之前的糞便银行 去拿其他人所捐的糞便sample 来做长途菌菌的研究 因为糞便没了水分之后的重量 大约50%是细菌的重量 现在有更新的研究叫 糞便维生物移植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 是用健康人的长途细菌 transplant去需要的病人 虽然是有点糟糕 但是真是urgent的时候可以救命 想了解更多就可以Google找一下 那我们的长途不单止很多细菌 菌种都有300-500种 这些菌种再分类的话 研究员找到大约有8000个菌株 所以食益生菌的保健品 对一般健康的人是没用的 因为益生菌最多含入50 100-1000亿的细菌 和5-10款菌株与我们的长途菌 来比真的没得快 除非你的长途菌 在特殊情况下有个需要 例如被矿生素杀死 令到长途有个空缺 那益生菌可能 可能就是可以帮到你 要了解更多什么特殊情况下 食益生菌可能有效 就可以看看上一集 那这40trillion的细菌 在我们的长途有什么用呢? 何多研究表明 拥有一个健康的长途菌 可以第一 保持长途的健康 好的细菌 可以阻止对健康有害的细菌 在我们的长途大量的繁殖 可以保持长途菌菌的平衡 第二 可以协助我们的免疫系统 长途菌菌可以调节免疫运态 Immune Homostasis 这些长途菌菌的改变或者失衡 可以导致免疫失调 和自身免疫性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 当免疫系统分不到自己的细胞 和外来细胞的时候 就开始攻击自己身体的正常细胞 第三 就是提供营养素 我们消化不到的食物 就成为长途菌菌的食物 我们可以将食物分解 然后转成我们需要的营养素 例如维他命K B Short chain fatty acid 等等 利工食供助 距离交租 都是不错的交易 第四 长途菌菌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 情绪 大脑的运作 怎样影响呢 我们的大脑通常被视为一个control center 我用我手怎么动 都是单方面从我大脑来控制 但是我们的大脑和腔围的关系 是很有趣的 每一刻都发出很多信号 叫neutral transmitter 就是在大脑和腸道之间 离离去去 是一个双方面的对话 这个对话 发学家就叫做 脑腸族 gut brain axis 它们对话的方式通过 神经系统 免疫系统 来分泌系统 等等 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和腸道的 直通神经线 叫vegas nerve 和腸神经系统 antirate nervous system 这个腸神经系统 可以独立运作 还有它是大脑之外 有最多神经细胞的系统 所以通常这个腸神经系统就叫第大脑 那我们腸道菌群在这个 脑腸族 都有它们的角色 它们可以自己发出信号 与腸神经系统和大脑沟通 它们又可以激发腸细胞发出信号 所以有些研究会用 和菌脑腸族 microbiota gut brain axis 这个定义 可以包含腸道菌群的角色 简单说 它们三个可以互相影响 互相调控身体的各种生理机能 有问题的腸道和菌群的失衡 会向大脑发送信号 影响大脑的运作 有些研究显示 腸道的菌群 和我们的精神健康 包括猪泪、抑鬱有关 另一方面 日日猪泪、抑鬱、高压力 都可以影响腸道的运作 和腸道的菌群 所以有些人紧张会吐射 有些人压力很大的时候 吃不下东西 或者会有便秘 大脑、腸道和腸道菌群 有很复杂和很紧密的关系 一个人的腸围不健康 或者有很多不好的細菌的时候 可能是焦虑、抑鬱、长期压力等 这些情绪造成的 又或者是腸围不健康 而令到个人有这些情绪 简单说 腸围不健康 可能是因 又可能是苦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记得给个like Youtube可以推这个视频出去 给更多人看到的了 但除了情绪的关系 我们的腸道菌群 可以影响我们的饮食行为 和饮食选择 如果你饮食上是很高糖和高淀粉的 那你就会让越来越多 喜欢吃高糖和高淀粉的菌了 然后这些菌要继续生存的话 就会发出很多信号 叫你吃更多这些食物 那它们生育种多的时候 它们会发出更多的信号 叫你吃它们需要的食物 所以腸道菌群 对肥胖都有关 听了这么多 那吃益生菌便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无论你腸道是充满了益有 或者损有的菌也好 在正常情况下是已经住满了 吃下去的益生菌 也是会被里面住的菌踢出来 再加上外面买的益生菌的数量 和菌珠 都比不上我们腸道本身有的菌 刚才我们有看到我们的菌 露腸族 是三方互相调控和互相控制 所以我们不是单方面被这些细菌控制的 我们可以透过饮食、生活习惯、睡眠、学会减压 和如何处理情绪 就是这些生活方式会影响我们的腸道 和腸道菌群的健康 身体就可以自己决定 什么菌珠可以留下 什么菌珠不应该留下 因为你喜不喜欢这些菌也好 它们都会陪着你一生 所以我们要学习 如何可以培养腸道40T的朋友 成为你的益友和你的选友 如何保持他们开开心心 既健康康 我会在下个视频再分享 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